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我是《望向》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次我们就讲一讲 就是这个欧盟很失望 不过还有一个地方,叫台湾岛,也很失望 有关他们的事 发生什么事这么失望? 哭呼哭忽 没有哭呼哭忽 只不过 是民意 没得失望的,这是民意 当然,原来 这个选举是不是很重要? 我觉得 他没有实权 但是 另外那位有实权的,其实都被称为亲俄派 所以现在这个国家 亦是乌克兰伦国,亦都是被 所谓的亲俄派去把持住 不过他们 最怕就是多个欧尔班出来 欧尔班的成本 就令到 是 即是他 叫做 搞搞阵 他们觉得 其实也是令到 这个西方很严重的 很多事情是过不了的 原来斯洛伐克的选举 亦都是显示了初步结果 原来 这个第二轮投票当中 现任国民议会议长佩列格里尼 就击败了前外交部长 就是科尔乔克 赢得了总统的大位 原来 西方和台湾就觉得 他是亲俄的 很危险 有什么危险呢? 那些选民不觉得危险 所以他选到 是你觉得危险 他们的选择就是 选了他 其实现在倒内的语论 经常都说 如果选择亲俄 等于是选择 是亲庄 这些想法很粗疏 当然这位 亲俄分子交易引号 因为这个是他们冠名 其实他就说我是亲自己的国家利益 原来18年到20年 这位 佩列格里尼 曾经担任捷克的总理 2023年也当选 是国民议会议长 原来 这个捷克 现任的总理 非左已经被西方认为亲俄人士 随着 佩列格里尼上台 原来捷克 可能会对 缓乌立场 进一步 是说不 还有一个选举 不过未完 我们没说 就是 波兰地方选举 初初以为是 亲欧派 图斯克上了台 会令大家更加团结 对不起 现在看到最新的 结果 图斯克所在政党可能输回 法律与公正党 可能输回 法律与公正党之前是转了态 他本来是很亲乌的 后来因为农民 和乌克兰有仇 因为搞到他们生计受损 所以他就转了立场 当然 当然法律与公正党也都被称为是延欧派不是亲欧派 这个选举我们之后再更新的讯息 讲回 斯洛弗克 斯洛弗克其实在2024年 3月23日就进行 总统选举第一轮 有9名候选人当中 是没有人过半 之后前两位的 科尔乔克和 佩列格里尼 已经进入是第二轮 现年60岁的科尔乔克曾经在20到20年期间 担任捷克外长 之前也担任过捷克驻美和驻德大使 亦都被称为是亲 西方派 科尔乔克 亦是 怪不得他那么亲 欧盟 原来 他曾经是 两大组织 就是 斯洛弗克 驻 北约 和斯洛弗克 驻欧盟的特使 肯定撑回他们 他也是坚定支持 斯洛弗克留在欧盟和北约 与此同时48岁 的佩列格里尼 就是现任总理非左的亲密朋友 很搞笑 他们 其实是左翼来的 不是右翼来的 佩列格里尼 他的右翼政党 左翼政党 其实非左都是左翼的 但是他左翼 一般来说左翼就应该 是亲户多些 不是的 他们就倒转 这是他们的几个人 佩列格里尼领导的左翼政党 叫做声音党 叫声音社 这个名字不错 人民的声音 这个意思 叫声音社会民主党 其实2023年选举之后 就和非左领导的亲俄 民族主义政党 叫方向 社会民主党 就组成了执政联盟 我们看看 2018年的时候 佩列格里尼 原来是非左的副手 即是现在 阿大 就做了总理 总理才是有权的 记住 在斯多佛克这个体制之下 阿伊 就做了总统 因为 当时 有 记者 和他的未婚妻 就被人拉低了 引起了大规模的抗议 搞到非左被逼辞职 因为有人说是非左 打算拉低 其实就应该不是他做的 不过 会不会是有些人感受到压力 而动了手都不出奇 佩列格里尼亦都在 当年 3月22日成为了总理 当然 这次的选举 其实都是 挺刺激的 因为 看回 第二轮选举投票 有99.66% 佩列格里尼 赢就是赢了几个percent 你说 是不是 是不是很多人 他就是 53.26% 他的对手就是46.73% 赢是大约 就是 6点几个percent 第二轮投票当中选民也是 投票到61.07 是那个手轮的 51.91 当然选举结局一出来 其实这个亲友派都已经是承认是错的 不是承认是失败 选举失败 不过他亦都在 这个台媒 很搞笑 他就帮这位 输了亲友派出口气 他说很惨 有关他事 这样 因为其实 斯洛伐克亦都有些亲台份子 那些议员很多亲台份子 就说 这个 是这个 俄罗斯帮了他的选 我撑你 其实 国内都没人敢说 西媒都不敢说 是你台媒这么厉害 他说 俄罗斯帮他们 假消息 假消息 这样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位亲友分子 他就平击 配列格尼尼的胜选是通过散步恐惧和仇恨的事 你老师 其实 现在选举多数都是这样 难道你又不是散步仇恨和恐惧吗 说他是亲友分子吗 他就说 他就说 你散步 你散步 你散步还是散步 都是赢 他就说 你可以通过 令到对手成为 战争支持者 的这个 这样的议题 就是 他就说 你选他等于支持 是 向俄罗斯 向 乌克兰出兵 他就说 我会看到这些 赵仰赢 赵仰赢 更多支持 而不会好像 波兰 一边 就是 就是 一边 一边就反欲 这个挺好笑的 哈哈哈 也不会面临着反对派 机会主义者权力中心的妖过 佩列格尼尼 现在也是 要准备上任 他说的另外那位反对派人士 其实就是指 即将卸任的总统 就叫做 黑普托娃 他就是亲欧派 如果有听过我的节目都知道 黑龙很喜欢他 有张照片就说到好像很罪 阿龙醉了 即让醉了 阿龙是应该 喜欢他妻子那样的 是吗 不知道 媒体炒 他喜欢比较成熟 是 原来 克普托娃也是斯洛伐克 国内知名的亲西方的政治力量 一直在我战争当中坚定支持 乌克兰 负责国会 选举后 任命总理和 任命宪法法院法官 虽然总统 是可以否决法律 不过 议会 可以以简单多数 推翻总统的否决 并且在 宪法法院提出质疑 今天是斯洛伏克 总统的任命宪法法院法官 可能在总理推行改革 引发政治冲突时 发挥重要作用 总统还有 这个 权力 射免犯罪权力 可以给你特赦 亦有人担心 其实主要在西方和 台湾 担心 其实 也不知为什么台湾这么担心 其实 我说过 你这样塑造 非黑即白 其实很危险 很危险 因为民众不懂得判断 是吗 如果他是这样 突然之间有一天 你是大崩溃 他说其实你整个岛路是丹塔的 是丹塔的 原来也是西方有担心 佩列格尼和非左领导之下的斯洛伏克 将会是改变 亲西方路线转移追 是亲俄的匈牙利总理欧尔巴恩 不过外界认为佩列格尼其实比非左更加温和 佩列格尼其实日前说 一旦当选他就不着急于 对斯洛伏克的外交政策进行任何改变 他都说这个与外交政策的未来方向无关 他就说跟其他后宣人一样会保证 会继续成为欧盟和北约强大的成员 佩列格尼也在首都 布拉迪斯拉 郊区发表 说之后也都说其实很多东西就不会改变 他就说他假民生 他都说 北约和欧盟已经分为两派 一派就是 赞成 不计一切代价 这个不是符得来人 不计一切代价 继续 是支持这个河湖战争 当然他支持河湖战争是指对乌克兰支持 是 另外一派就是要求开始和平谈判 他就说自己属于和平派 这件事其实打动了选民 因为斯洛伏克的日子也过得不好 澳洲 也没有谁过得好的 除了当政那些人 他 感慨欲依 也是 人工都是这么多 看回原来2023年10月 再次上台的第2日 菲佐已经 宣布 斯洛伏克 将会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备 只是说只会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今年1月他也说自己反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并且重申 反对乌克兰街北约的立场 他也认为 俄乌战争 没有军事解决方法 乌克兰只能放弃某部份土地 这句话让中国人听 但是 很理性 将来的事实就是这样 俄罗斯都会全部给你 包括尼米娅当然不会 你就是想闯你的心 想闯你的心 我们不是支持 只是说我们判断的现实 我想问 给你们 用交换条件来说 如果这样要和平的话 我现在占尽上风 现在 是的 那些就是你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 为什么 我就是觉得 其他招如果有某一天会和谈的话 就是要你乌克兰永远 不加入北约 是一个主要的条件 保证他必须安全 一定会是这个 不用说 不用谈 也不用跟我谈 你不用跟我说那么多 总之 这个就是 我想这个也是俄罗斯的底线 这个也是他的底线 我相信就是这样 我相信就是这样 另外看回 原来 斯洛伐克其实就很小 在540万人口 也提供了很多 他也算挺污挺得很厉害的 他也提供了 13架米格29战机 还有 是变区式 地面防空系统 还有就是 其他防空系统 还有 负责收理乌克兰士兵使用的军备 根据基尔研究所最新数据显示 其实 现在 虽然斯洛伐克并不是一个富裕国家 但是 都已经 在 缓乌的总额 都有 6.8亿 欧罗 比 波罗丁 三国 斯洛伐克 是 这个 援助占 国内生产总值都很厉害 如果你按个比例 他就是占了0.65% 仅次于挪威 仅次于挪威 当然 你说之后会有什么大政策改变 我也觉得不会有什么大政策改变 他应该都是会继续 因为西方都会给他压力 另外 还有一位仁兄也都被称为 普京大帝好朋友也都被称为 亲俄派 不过他就不认 之后 当然也是被西方报纸 尤其是德国之声经常招呼他 就是德国前总理斯洛德 说他是头 头我 好惨 他有些福利被人扔走了 也说要开除他党籍 现在没有人敢这么说 现在没有人敢这么说 本来斯洛德 可能现在风声不同了 这个风蠱助人 原来接受南德意志报访问时 就说 法国和德国应该带头通过外交手段 去解决现在这场这么大的冲突 他也坚持普京大帝也希望和谈 普京大帝这么说过 但是看乌克兰让多少 原来斯洛德接受访问时也说 德国执政党社民党必须推动通过外交 途径去解决好战争 但是你不要忘记 他这个红木灯政府 其实这个就是 联合政府的不好支持 因为他三个不同的想法 很难统一 就是说 这样令社民党重新获得反战政党的权威 斯洛德亦说法国和德国应该牵头谈判 他说自己和普京良好关系有助于 你这么说会被人射 不过我想这个人都知道 看到风向变了 以前初时 衰格亲俄 普京好朋友 他肯定看到 现在整个风向变了 我相信西方民众 包括小弟 在这两年多 大家日子过得差 我们什么时候停 能源价格 加息这些 搞得大家已经很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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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惨之下 我们还要忍多久呢 包括 包括刚才的 斯洛伐克 也是这样 斯洛德亦说 我坚信 普京大帝对和谈有兴趣 是有兴趣 但是 看看你让多少 斯洛德亦说他不认为冲突进一步蔓延到 烏克兰意外的地方 亦不相信俄罗斯会动用核 他也是支持德国总理索尔茨 就是 不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 因为你知道他肯定乱叉 他也重申 德法是有意不 因为两大恩宏大佬有意不结束这场战争 斯洛德 当然就是社民党的政客 在98年到05年期间就担任德国总理 其实和普京大帝一直关系很好的 14年期间 他曾经出席过在圣彼得保普京的生日会 俄国战争之后虽然 斯洛德就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动手是一个错误 但是就没有公开宣布和普京断绝关系 所以亦都是受到社民党其他政客的打压 但是打算是开除他的党籍是开除不了 因为他有个特别法律 你不是那么容易开除他的党籍 你要证实了他是和国家的安全有抵触才行 但是说真的他也卸任了有什么国家安全抵触 当然这个并非是斯洛德首次 对俄战争发声 其实他在今年3月也说过 爱交是 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 德国和法国两大巨头应该努力 为俄战争和平寻求解决方案 他就是德国和法国共同尝试 是寻找这场战争解决方法才行 也是支持乌克兰的 解决方法也等于支持乌克兰 这个是合适的 斯洛德也说 现在从原则上解决乌克兰冲突 其实巴黎和柏林都可以发挥重业作用 因为两个国家 和俄罗斯的交往都有着是悠久的历史 他也说 他挺狼的 他说给德申社的记者听 他和普京是理智合作多年 可能 那些仍然有助于谈判自己可以做这个事者 但你小心我会被人吹 其实他也说给记者听 自己愿意效劳 佩斯科夫 普京的喉舌 也说过 斯洛德和普京 之间有着良好和建设性的个人关系有在于解决问题 佩斯科夫也说 斯洛德和普京的友谊多次 是助力于解决棘手问题 并且是确保了双边关系 逐渐发展 真是 给了一些讯息 如果派他来谈 可以谈 也说 今天德国的当权者 俄方没有看到任何人可以解决问题 就是他赚斯洛德 当然 扎尼斯基也说 即使不恢复1991年的 乌克兰边界 我亦都可以展开和谈 不过之前乌克兰也说 除非俄军退到1991年的边界之外 否则就不和谈 究竟谁才对 这也挺好笑 好 这次先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拜拜